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7月11日表示 一个由美国安全和执法专家组成的小组 正前往海地 已确定美国能在海地总统 忽耐尔莫伊之被暗杀后提供什么援助 目前此暗杀事件仍有大量而囤为解 五角大楼发言人若翰科比 在霍氏节目上表示 7月11日当日 一个主要由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 组成的跨部门小组 正前往海地 看看我们能够在调查过程中做些什么 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 对路透社表示 该团队返回后 拜登将听取简报 然后就未来的方向做出决定 目前还不清楚 美国的调查小组将在海地停留多久 到目前为止 美国拒绝了海地的增兵请求 而联合国也需要安利会授权 才能够派遣武装部队 海地总统莫伊之 于7月7日凌晨 在首都太子港的私人住宅中遇刺身亡 枪手身份不明 海地第一夫人 莫伊之的妻子 马蒂娜 也在扎击中受伤 目前仍在美国佛罗里大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莫伊之的尸体上 被发现有12个弹孔 左眼被炸掉 而他的警卫 则毫发无损 海地警方7月12日表示 他们逮捕了一名 涉嫌暗杀莫伊之的策划者 当局指控此人 找固庸兵 推翻并取代莫伊之 来自立的策划者